見到Tesla因為未被納入為標普指數成份股 隔晚都急錯2成1 是上市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今日的表現又是怎樣? 交時間給Fish說說 謝謝Roy 今天終於有些反彈了 Tesla現在最新升8% 做356.52美元 蘋果公司股價也是升的 最新升4% 做117.36美元 今天要留意藥股 阿斯利康表示 有新型肺炎疫苗測試者出現懷疑不良反應 有關測試要暫停 阿斯利康最新跌1.1% 做54.11美元 看相關藥品股 莫德納升2.5% 做55.77美元 諾瓦瓦克斯升3.8% 做88.58美元 另外輝瑞和Biontech合作的疫苗 會在年底交付歐盟 並計劃明年推出13億劑疫苗 輝瑞最新升1.6% 做36.51美元 Biontech升1.7% 做60.85美元 奢侈品集團 LVMH表示 將無法進行160億美元 收購TIFANY的交易 TIFANY表示 會入品法院 強制完成交易 TIFANY股價都是急錯的 最新跌9.7% 做109.99美元 如今用品生產商Lululemon 上季的每股盈利和收入都多過預期 預計今季的盈利會減少兩成 主要都是因為成本增加 Lululemon 最新跌9% 做319.68美元 而運動品牌Under Armour 計劃裁員 600個員工 涉及2億3千萬美元 公司說是重組的一部分 Under Armour最新跌3.5% 做10.57美元 Nike 最新升倚近2% 做114.93美元 轉看回事方面 受到英國和歐盟談判前景吳明朗拖累 英鎊對美元曾跌穿1.29水平 最新都是1.299 看看有價 有價是有反彈 最新升1.3% 做37.24美元 最後可以看現貨金 做1,945美元水平 做1,945美元水平 做1,945美元水平